新北市一天內在新增九十一例 居全臺各縣市之冠 扣除採檢 還有陰轉陽 新增的五名足跡個案 分別是樹林板橋各兩例 三重一例 社區多點爆發 險見新北疫情 還沒趨緩 民進黨議員參選人卓冠廷 剖紅市長侯友宜篩檢緩慢 凸顯新北市府 沒做好防疫準備 防堵疫情 新北不斷擴大篩檢量 光從三月二十八到四月三號 共篩了一萬三千五百多人 陽性數七十九人 陽性率百分之零點五八 高度群居的中和和三峽 專案裁檢人數也將近三千到三千五百人 只是中央喊出的防疫經濟病重 針對新臺灣模式 中央地方 動不完 其實怎麼做你知道 第一點我們絕對比他更懂 那什麼叫正常生活 我不曉得 其實我就替替他講 這個疫情我看是一定會慢慢蔓延 很簡單嘛 下一個選舉的因素下去 每個腦袋都長得不一樣了 比較誠實中講他也不敢講 如果他懂當然最好 那就不用來新聞了 我是說如果不懂了 我並不是說他不懂 請把這事情分清楚 那懂得最好就趕快做 未比防疫誰專業 兩人互相較勁 只是臺北疫情一路燒 眼看都快破三十例 到底是要共存還是清零 仍至無檢 近新聞 黃軒瑜伽偉 採訪報導